6月13日下午,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重要公告表示,商务、工作、探亲等十类附华签证几日起都可以办理,其中包含外籍华人回国需要使用的Q1和Q2探亲签证。 据了解,2020年3月28日起,除人道主义等原因外,中国暂停了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而本次探亲类签证重开,商务签证重开是时隔三年后的首次恢复。 根据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申请人请勿直接到总领馆申办签证。详情可登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官网。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6月14日表示,白宫正在讨论可能削减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关税,这些关税提高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成本。 周二稍早,美媒称,有知情人士爆料,拜登上周在与内阁主要成员会面时表示,他倾向于从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移除一些产品。 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表示,拜登政府正积极考虑重新设定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警告说,削减关税并非缓解高通胀的灵丹妙药。 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男子,6月13日上午,在一座正举办少儿夏令营活动的体育馆内开枪,随后与赶到现场的警察交火,重担后不治身亡。 所幸现场大约250名儿童以及体育馆内工作人员无人受伤。 德州邓肯维尔市警察局当天发布会通报案情情况,但未提及枪手身份。 警方接到报警大约两分钟后抵达体育馆,搜查过程中在健身房发现枪手,双方交火。 枪手重担送医后死亡。 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作案动机。 6月13日,据LA Times报道,加州议会周一向州长纽森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的初步州预算计划。 纽森和议员们有许多共同的预算优先事项,比如在2024年1月1日前将加州医疗健保计划扩大到所有符合收入条件的加州人,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民主党人还广泛同意在两年内花费15亿美元,为无家可归和精神疾病患者立即提供住房解决方案。 参议院和议会的预算要求返还100亿美元给加州人,其中80亿美元用于退税,13亿美元用于小企业和非盈利组织,6亿美元用于加州低收入居民和缴纳工会会费的工人的税收抵免。 纽森则希望为更多的加州人提供更多的退税。 美国即将进入夏季旅游旺季,黄石国家公园却因暴雨引发的破纪路洪水及落石,导致道路及桥梁坍塌,6月13日罕见完全关闭。 这是黄石公园自1988年一连串毁灭性森林大火过后,时隔34年首度一口气关闭5个入口。 公园将至少对游客维持关闭至15日,包括预定住宿或露营的游客。 官员说明,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努力联络上在园区内不同地点的游客及工作人员,尤其是灾情最严重的北侧。 6月14日,韩国卡车司机为期8日的罢工结束了。 虽然韩国国土部已在主要物流据点投入100多辆军用集装箱车量救急,但工业中心和主要港口依旧身陷瘫痪,造成汽车、石化、钢铁等主要行业12亿美元的损失。 作为全球半导体、智能手机、汽车、电池、电子产品以及钢铁等关键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之一, 韩国此次的罢工事件产生的外溢效应再次波及本就脆弱的半导体供应链。